这大爷52年没洗过头 也从没去过理发店 只见他头顶有一个巨大的包裹 走路时都要格外小心 不然很可能会扭伤脖子 见到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大爷自豪地解开了包裹在头上的床单 那犹如蟒蛇般的头发盘踞在他头顶 节目组的所有人都感到很震惊 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那么大爷的头发究竟有多长呢 我敢说能打出这个字的评论区不超过10个人 由于屋内空间不够 众人小心翼翼地举着头发走了出来 结果工作人员刚量了一半 尺子就不够长了 只能够从中间又结了一股了 结果大爷头发的长度竟超过了7米 这比他刚获得世界纪录时整整又长了一米多 接着工作人员拿来了一个秤 想要测量一下这么长的头发究竟有多重 在场的所有人都充满了好奇 他们将大爷的头发卷成了一坨 这样才可以精准地测出头发的重量 结果显示头发重达9公斤 这么重的东西在他头上顶了50年 可想而知生活得有多不便 但大爷却觉得很骄傲 原来他靠这个拿到了无数的奖状 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人找他合照 大爷把这些东西四入珍宝 每当有人来看望他 他就要拿出来炫耀一番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留了这么长的头发呢 原来大爷年轻时 有一次在剪完头发后生了一场大病 他把这次生病跟头发联系到了一起 始终认为只要理发自己就会生病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剪过头发 而常年的不打理 所有的发丝都缠绕在了一起 大爷直接放弃了洗头的想法 每天只是拿着世毛巾擦一擦表面的灰尘 而且大爷还十分自信的说 自己的头发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工作人员表示不相信上前闻了下 结果却露出了尴尬的微笑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大爷终于同意去理发店 打理一下自己的长发 但在上车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头发盘得太高 导致大爷无法坐进去 只能将头发缠绕在身上 这才顺利的坐上了车 刚走进理发店 门口就围满了附近的村民 他们都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男人能留出这么长的头发 接下来理发店的员工开始准备给他洗头 由于头发太长 只能一段一段的清洗 但即便这样 操作起来也非常困难 因为头发都缠在一起 根本打不开 就连有着30年工作经验的老板都没辙了 他说以往遇到这种情况 早就咔嚓一下给剪断了 大爷一停要剪他的头发 吓得立刻坐了起来 包起头发就要离开理发店 就这样他再次回到家中 因为头发重达18斤 他平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就连吃饭的时候都无法低头 只能将碗平稳地端到自己的嘴边 不然很容易扭伤颈椎 因此他也干不了任何脓活 晚上睡觉只能侧身躺着 还要借助老伴的一只手才能保持平衡 但不幸的是 大爷在10年前已经离开人世 不过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 始终没人能够打破他最长头发的记录 我是小五 带你看遍天下奇闻